您说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业力的结果 那么在修行路上我们遇到善失善知识也是善业力的结果 踏上修行的道路也是善业的结果 乃至我们最终修行成就也是注定由各种业员牵引导的结果吗 那么表面上我们对上师对法升起信心 需求解脱愿意努力修行 实际也是由我们曾经善业牵引的结果 是注定会发生的 并且我们每个人修行成就的时间也是由业员决定了的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也问 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这个就是一个外道的一种说法 外道里面呢有一个外道呢 他们认为我们的一个人的 比如说这一生当中的幸福快乐 健康不健康等等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民众注定了 没有任何的改变 有这样子的说法 但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 我们刚才讲的呢 比如说大致上 一个人的比如说寿命的长断 还有就是这个 他的环境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身体 拥有一个健康或者不健康等等 大致上都跟过去的银和锅有关系 但是这些银和锅呢 除了一些 除了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个因果意外 都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 所以比如说 我们今生 遇到佛法 遇到这个善知识 这个是不是跟过去的因缘 当然那是肯定的 是过去的因缘 那是不是我们就已经 全部已经注定了 我们是不是现在 就什么都不做了 什么不做的话 是不是也就自然而然就成了 那也不是 也要自己去努力 也要去分斗 所以我们如果去努力分斗的话 那这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过去造的一些罪业 可以把它这个忏悔 可以把它清静 然后呢 本身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这个质量福报 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增长我们的这个福报 这些都跟我们自己的现在的努力有关系 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我们的这些思考呢 不要就是单一的 不要单一的 比如说要不就是没有这个过去的因果 全部就要靠现在的努力 要不就是说 就根本就不 这一次的这个努力呢 根本就不重要 一切都是民众注定 这两个是对英国的一个两个极端的 这个这个错误的理解 所以呢 我们不要这样单一去思考 两个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遇到这个善知识 遇到佛法 是跟过去的有因果有关系 单身我们在这个路上面走得好与不好 跟我们现在的努力有关系 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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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